高中以下的学校,学生制服上面修姓名行之有年,但是也衍生了不少问题。 教育部长潘文中就表示,六月底将会发函给各校,从下学年起,也就是从八月一号开始。 应该要尊重学生个人的意愿,不得强制学生在校服上修姓名,也不应该有性别差异,要一视同仁。 身为北市成功高中,今年唯一一位拿到哈佛大学校友会荣誉奖的学生,白丙正到校长室受奖,受访前还没请教大名,看到制服上秀的姓名就知道。 比较像是一个荣耀这样,让别人告诉你,你是来成功高中。 制服上秀姓名,白同学不觉得困扰,但今年三月,同校有学生因制服姓名被骚扰,学生自制带联会提案删除秀姓名,但在校务会议遭叫多票否决,五月服役委员会和校务会议在讨论没有决议,因为已经听闻教育部的指引就要出炉。 如果教育部的规范出来,我们就直接照教育部的规范来进行就好了,那校内的老师学生也不用为了这件事情, 这个好像讨论的剑拔弩张。 立委婉婉玉十五号在脸书公布,教育部将发文各校,一百一十一学年度起,不得强制学生在校服上秀姓名,且不应有性别差异,部长判文中下午证实,却有此事。 不可以强迫学生一定要来秀名字,过于僵化而没有达到实质效益的这种服装一种的硬性规定,应该要来逐步的做一个检讨。 秀名字他觉得很荣耀,那这个是他应该可以去实行的,那同样的我们不秀名字,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在发言上面的议席之地。 要给个人自由选择,而不是说要统一规范,就是可以让他自己选要表秀名字。 判文中指出,目前有近五成的国高中仍要求制服秀姓名,经讨论秀学号就可以达到识别功能,离八月一号有点赶,但希望学校透过民主程序,公开客观讨论,避免未管理而管理,记者林小慧,沈志明台北报道。